西安旅游攻略 西安有蓝田玉、羊肉泡馍、腊牛羊肉、食子馍等特产 初到西安,第一站肯定是回民街 从动车站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中楼站 下车步行五百五十米到达回民街 边吃美食边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地域 然后步行前往中古楼,感受历史的沉重感 下午乘车前往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参观辉煌壮丽的宫殿群 随后乘车到大雁塔北广场 欣赏皮影、彩高桥等民俗风情 以及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表演 晚上前往中古楼广场,感受美轮美奂的夜景 第二天早上前往茂陵 先去汉武帝墓感受帝王气息 随后前往茂陵博物馆了解汉朝文化 而后至魏清墓、获去并墓等缅怀历史 下午乘车至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 最后乘车前往法门寺 感悟佛教文化、虔诚祈福 第三天上午到兵马俑浏览 数以千计的陶俑、陶马 经过精心彩绘 显得唯妙唯笑 下午前往华清宫 了解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晚上在长恨哥的演出中结束美丽的西安之旅